我們今天來到第一個景點 里昂的古羅馬為止 如果你有玩Travian都知道 當時歐洲分為三大步驟 羅馬、日耳曼和高爐 高爐也就是今天的法國 當年法國只是羅馬帝國的其中一個省 就叫做高爐行省 里昂在兩條河流的交會處 交通便利 就成為高爐行省的首都 正在喘氣 因為它在山上 但是有這樣的必要 因為作為一個帝國的要塞 你一定要起上高度 才容易抵擋敵人 如果你是過來打仗 你的氣都喘到我現在這樣 哪有這樣的能力 它使勁給了城市呢 而這邊是露天的 雖然今天風吹雨打完之後 所有事情都想好了 但是你看到古羅馬遺跡呢 需要加少少想像力 看到一些柱在這裡嗎 然後它就會有一個石造的天花板 在上面 它可以拉窗簾進來 那一格格就是它的表演者 preparation 的地方 開幕的時候 它在上面 一拉窗簾 然後表演者就可以衝進去 有些演唱會升上來的感覺 你可以從僅有的位置 看到它們建築的精細 除了那麼大 你石柱丟開鑊船型的花紋 也有些是用木造的 很喜歡摸摸這些古蹟 因為它們覺得 你是和高勞人所發生的歷史 有一個共鳴 主要現代建築的朋友 在這裡都可以找到很大的inspiration instead of 起一棟很 monumental 的事情 這個古羅馬博物館 好好地隱蔽在一個山坡裡面 不會破壞自然的氣氛 和每一塊地玻璃就是一個展館 例如剛才那一格是講廣場的展覽 它就把那個座向看著廣場 展館放滿不同時代的古蹟 當中有很多銅器自己都維持得很好 看到一幅古代的里昂地圖 它起源於山上的古羅馬為止 到文藝復興治安好了 人們就南遷去岸邊 然後巴洛克的航海貿易 就帶來兩條河中間的發展 最後現代的新市鎮就擴展了外圍的地方 看到一個發射塔就知道我們來到最高點了 一層一層地遞進 好像在看里昂的歷史 遊覽的時候 同一個區域有同一個風格的建築 你就很容易投入里昂的景點 旁邊就是富惠耶教堂 你懂一點法文 英文就是聖母 就是一個關於聖母的教堂 然後用來慶祝什麼呢? 就是那場瘟疫 當時的市政府就跟天主祈禱 如果你能搞得到我這場瘟疫 我就建一座教堂 就是紀念聖母來的大能 上面門口那行的浮壁 橫向這一個就是發生瘟疫的故事 雕刻到很慘就是死的病人 正中間就是聖母 用一個很堅定的眼神去守護這個城市 因為這個區域一向都是古羅馬的所在地 因此它這座建築的特色 就是所謂的羅馬復興主義 以前古羅馬的神殿外 會有很多浮雕 這裡都有 例如大衛擊敗哥利亞的雕像 至於正前方的獅子 是里昂的守護神 如果你用法文來讀 里昂就是跟獅子同一個陰 至於它的頂部 好像以前古代的雕堡 旁邊還有八角形的塔 就像城堡的鐘樓一樣 正前方的天花線 就是跟炮塔的裙邊 讓你可以容易防守在上面 把石頭放進去 雖然這個是模仿古羅馬的建築 但畢竟它是一個天主教的建築 所以很多元素都要fine tune 例如以前的神殿 有滿天神法 但天主教不是多神信的樣子 所以它應該擺放神像的地方 變成天使 例如上面的門楼雕刻了 用來守護天國的門口的守護神 代替原本應該是柱的地方 但你會發現 無論在任何年代 拆鞋都是人類不變的特色 把天使上的樣子 全部換成政府官員的肖像 成為一個很有趣的特色 我知道很多人去歐洲旅行 一進到建築的內部 都不知怎樣上色 其實裡面的建築元素 和古羅馬遺跡差不多 只不過多了點顏色 金箔和花紋 如果你沒有共鳴 就代表你剛才沒有細心看了古蹟 輸到用事 開玩笑 宏觀點來說 主體的拱頂天花大殿 佈滿了天使聖母雕像 而次要的窗框走廊 欄桿就掌滿了樹葉花返圖案 好像後宮飛殯的裝飾一樣 越貼近主要的越華麗 但即使偏安一角都不實整治 後面的這幅馬賽克壁畫 就是講十字軍東征的地中海海戰 怎樣看得出呢 就是認那些國旗 雙頭英的就是神聖羅馬帝國 有一隻獅子 後面再加兩隻翼 就是威尼斯的國徽 帶著頭巾被人打到一拋一拋 就是天主教修復耶路撒冷的時候 被征服的伊斯蘭人 很多時候歐洲各國全部都在內部打仗 你見這次聯軍那麼齊人 都猜到一定是十字軍東征 馬賽克的火粒限制你畫不到很細節 但你仍然看到海浪的層次 星光的原木 和地毯湧毛的質感 所以是很精美的作品 教堂的雙漢畫是一個連續劇 有份在這場展賽中立下過項馬功勞的將領 就去了梵蒂岡接受教宗的祝福 然後所有將士就去到法國領功 馬賽克不會寫字那麼俗氣 所以就砌了不同的建築出來代表那個城市 例如巴黎的軍民出力最多 因此就有聖武院和聖心堂 而李昂就是右上角這個我們身處的傅惠耶教堂做代表 法蘭西王國的大帝在十字軍東征裏面親自率領部隊去打仗 建立了一個很好的威望 所以法國的裝修很喜歡講十字軍東征來換成大國崛起的回憶 原來後面是一幅文藝復興的油畫 首先你要搞清楚一個composition 人物每一個隻眼是互相看著對方 你一看的時候就可以順著故事的邏輯 原來就是一群聖人在責任一個妓女 而有個妓女就看回聖母那裏要求寬恕 而聖母就看回耶穌那裏問他寬恕不寬恕 而最終耶穌看著妓女是寬恕的 同時文藝復興的油畫也都很著重比例的對稱 所以你見左邊人數和右邊人數的數目是大致相通 而所有姿勢 無論你是蹲低還是起床還是頭暈 都是各自左右找到同一個人在做同一個動作 看得很累買個甜品 先試試看 整隻手臂這麼長 但也只是14元而已 你在香港買這麼小 也要三十多元而已 嘩 好濃郁的咖啡味 好像有杯咖啡 外面的麵包跟香港吃有點不同 香港人真的用一枝法國的法包 硬一點的 嗯 好鬆軟 一點都不太口 雖然它的表皮是脆的 而且它加了少許糖 而這三種味道都加起來很硬 其實不會覺得有違和感 這樣看下去完全不像是里昂 我覺得它這裏就像我當年在奧威斯陸讀書的時候 緩起了很多回憶 因為在那裏緩醒了我對現代建築中北歐風格的轉移 同時我就不斷開始看 每逢哪個國家哪個城市有Cubison的建築 我就走過去看 這個里昂我都是為了它而來的 北歐的Cubison很重視建築物對採光能源的要求 還有它整個形態 無論是它的窗戶 它的露台 它的大門 都是一格格的Cubison 就好像我們正前方這個 是荷蘭建築師NVRDB的作品 好像隨機一樣把方格組織在一起 但最終出到來的效果 你會覺得是很有韻律感 黑色這裏模仿橫木的質地 用銀色被蓋住的那個就是模仿石紙的質地 然後藍色的那個就是模仿貨櫃箱的質感 然後這個匯留博物館就是探討人類文明起源和將來 它建在城市的盡頭 見證河水沖插過上游的古蹟 流向有待開發的未來 它側面像情緣 正面像大象 夜晚像UFO 可能是比喻文明的發展 根本是一場盲人魔障 由古來馬到現代主義都說得差不多了 希望下一集還可以見到你了 Merci, bonnet, à bientôt MING PAO TORONTO